青少年在美国成长 会遇到未成年驾车、毒品、社区帮派等法律问题 都值得家长关心 对此 南加华裔家长教师协会 将于周日邀请资深律师分析具体的案例 协助家长达成教育孩子的重任 今年5月 一位刚从尔湾加大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因酒驾命丧大卡车轮下 让远从中国来的父亲白法人送黑法人 处理该案件的资深律师邓宏认为 家长都希望子女成才 若能及早宣导青少年安全议题 也许能挽救汉事的发生 综合了我上半中的案件 我想透过家长协会还有同园会 用血淋淋的案子跟大家分享 教育小孩子 教育家长 还有教育社区 怎么样子联合起来 让小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以后不单只培养十个好学生 更重要是培养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才 近年来美留学的中国孩子逐年增加 年龄层已经下降到最小只有14岁 而光是14岁到18岁的孩子 就占来美留学生比例的40% 很多这种小孩子的话 因为在海外生活父母不在这边 他们交错朋友之后吸毒 以后他们身份也黑掉 因为没有上课 所以最后的话这些人怎么生存 他们就开始帮派活动 邓律师认为因为缺乏有效沟通 当孩子出了状况 家长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邓律师会在讲座当中为大家提供一些 比如说青少年用了毒品以后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或者是症状 或者是怎么样用了毒品以后的这种体验 家长就可以观察到 他小孩子是不是已经用了毒品 那才可以对症下药 美国青少年教育法律常识免费讲座 将于周日10月28号下午2点到4点 在蒙特利公园市图书馆开讲 新台人记者王滋一 洛杉矶予采访报道